小伙伴们知道吗? 在1980年的时候,美国伐木团队在一座森林里砍树时, 就意外发现一棵香蕉树中有一只被混干的狗狗尸体,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 在当时属于震惊全球的新闻, 于是他们很小心地把这棵树给切成碎片, 狗狗被紧紧地砍在树干中, 从视频中看到它的牙齿, 仿佛还在为生存而战, 可以想象得到这只悲惨的狗狗曾经经历了什么, 到最后研究发现, 这只幼犬很可能是一种猎犬, 并且已经将近60年了, 根据当时情况, 专家们纷纷说道, 狗狗应该是为了追捕猎物而钻进了树上的洞中, 但是结果越爬越窄, 直到被卡在树中, 再也无法动身, 拼了命地挣扎, 最后在绝望中死去, 然后被人们发现已经变成一具木乃仪, 令人幸运的是, 香蕉树中的东西就好比天然干燥剂, 这样狗狗的尸体不会腐烂, 并且树内上流的空气带走了尸体的味道, 因此没有被昆虫或者其他生物给吞噬掉, 研究人员发现这只狗狗木乃依后, 繁木工人就把它捐给了当地的博物馆, 向世界展示这一惊人的现象,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 谢谢大家的观看, 记得点赞和评论哦, 感谢您的观看,